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休闲时光 欢迎订阅幸福休闲时光频道 今天我要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成功的将蟹爪蓝嫁解到仙人球上面的 首先你这个刀片要用酒精削好毒 然后把蟹爪蓝削成斜形状 这样就容易把蟹爪蓝牵插到仙人球里面 削掉蟹爪蓝的表皮 这样蟹爪蓝的肉的组织就容易跟仙人球的肉的组织长在一起 将仙人球切进大约1.5公分三 再把蟹爪蓝牵插进去 再把蟹爪蓝牵插进去 这是一个半月以后 这个蟹爪蓝不仅仅成活了 而且还长出了新的叶子 在它中间的部位长出了一些小根 再来看到它的切口处 这个切口的位置愈合得很好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蟹爪蓝的组织跟仙人球的肉的组织完全长在一起了 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这是两个半月以后 你看它不仅原来的叶子长大了 另外一片叶子上面也长了小的叶子出来 在它中间的部位还长了一片叶子 还长大了好多 以前的根还是存在 再从侧面来看 你看这边仙人球长大了不少 看起来把蟹爪蓝嫁解到仙人球上面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它们双方都有好处 现在就希望它长更多的叶子 期待它在今年冬天能够开花 期待它在今年冬天能够开花 再来看看这一盆 这一盆仙姐才刚刚一个月 它也是成活了 你看这片叶子上面已经长出新的叶子了 在它的顶端已经出现小叶子了 看从这里看得更清楚 看从这里看得更清楚 上面虽然没有长新叶子 但是它的水分比较充足 表明它是活着的 再看它的切口处 愈合得挺好的 这个位置也一样也愈合得不错 蟹爪囊的组织 跟仙人球的肉组织 都长在一起 想象一下 在这个长在仙人球上面的蟹爪囊 如果能够开出美丽的花 那将是一花怎样的景象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幸福休闲时光频道 你将能够在第一时间收看我上传的视频 谢谢